我可不想当操心的爹眼 你们看我四眼 摊上这么个孩子 造型的老铁们 今天儿子考试打了零分 我不是一个严格的父亲 但是看了试卷之后 我还是把他揍了一顿 孙芬琪也能做错 我还能说什么 一 世界上第一条地下铁道 1863年在哪个国家建成通车 二 世界上第一条地下铁道 哪一年在英国伦敦建成通车 三 世界上第一条地下铁道 1863年在哪个城市建成通车 有种智慧叫遗传 你是不是在骂我 只能说出题老师已经尽力了 老师只能帮到这里了 四爷 我真是没招了 你管管你儿子吧 我可能生了个假儿子吧 不得不承认 有些人还真就不是读书的料 但是太多的例子告诉我 读书并不是唯一的初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长 只要肯努力 时间不会亏待你 像我这个朋友圈里的小仙女同学 她就通过不断地努力 成为了一个优秀的男性行为分析师 来看看今天她的分析是什么吧 女生看女生永远第一眼就看出 她抹眉抹粉底 贴眉贴双眼皮 戴没戴美瞳 头发有没有可以卷过 有没有染过 就算是不明显的颜色 她的举止是不是在装 是不是想引起别人注意 这些总是一看就知道 但是这些在男生眼里就是 没有吧 好漂亮 好可爱 看着就来见 所以说呀 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有眼无珠 刺目寸光 我是真的觉得 只要是个女的都好漂亮 好可爱 单身久了 是这样的 作为一个男性 我要为自己的 数目寸光 有眼无珠 见头 以后在大街上看美女的时候 一定仔细一点 有没有化妆 有没有大美瞳 我一定好好观察 不对呀 我和我女朋友逛街的时候 哪有闲功夫 去盯着其他妹子呀 我的眼睛只能有她呀 不不不不盯着脸 她随便买东西 那我就亏大了 那这个机会 还是留给我朋友波波吧 今天有人跟我说 英语六级的全称其实是 全国大学生第六感考试 托福考试的全称其实是 托人品的福考试 说得对呀 托人品的福 我托福一直没过 我第六感一直不打第一呀 终结对那的挺到位 有些学生是考试系选手 有些学生是实践性选手 我读书的时候 是看见卷子就想 我挺到运弹的 这有些人分数高 有些人体温高 到底有多高呢 人民医院的刘医生 就输了这么一个滚 你再来看看他的朋友圈 遇过一个女士 不知道咋给孩子量体温 于是她打开烤箱开始预热 然后一手摸着烤箱 另一只手放在孩子额头 大概是想着两边感觉差不多的时候 烤箱显示的温度 就是孩子的体温吧 最后她告诉我 她孩子高烧250多 这样量体温可能是有些霸道了 妈妈 我熟了 孩子啊 发烧到250度 你这是要火呀 你这样吃东西肯定很方便 对吧 吃好生米 喝喝凉水 直接在肚子里面就煮成熟饭 开个玩笑 这位女士估计是第一次大妈 没什么经验 可以理解啊 不过 风哥呀 你也算是情场老头 怎么又被这么轻易地拒绝了呢 拒绝风哥的到底是何方甚深 一起来观众学习一下 可能这就是爱情吧 想得却不可得 你奈人生何 你到底喜欢我什么呀 喜欢你善良 体贴 有组件 大度长得也很漂亮 既然我这么多优点 你觉得你配得上我吗 有道理 难过得像一条二二发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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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